嗨 各位藝店好朋友 大家早安 那鏡頭前面這顆 富階的 呃 琉璃蜜 大家還有印象嗎 如果沒有印象的話可以 往前搜尋我們富階 呃 琉璃蜜的一個影片 那因為 也富階一段期間了 然後他也長出了 他的 牙齁 那葉子也長出來 那現在呢 我打算把他這邊 我們當初富階這邊的一個 史辣膜給他拆除 待會我會從 從真木的部分 也就是從後面這邊部分 花一刀下來 然後幫整個史辣膜拆掉 那拆掉之後 那再給各位看一下 富階富原的一個狀況 好的 我們現在呢 把這個史辣膜 的背面呢 畫了一刀 我們在這個地方 畫了一刀下來 然後將這個史辣膜拆開之後 我們發現呢 他富階的位置 已經復原的很好了 已經 已經 組織都長出來 而且都黏合在一起了 所以我現在呢 打算把這整個的史辣膜都拆掉 那拆掉之後 我再用魚衣袋 魚衣袋幫他綁附起來 為什麼要換成魚衣袋呢 因為這史辣膜當初呢 我 在幫他做富階的時候 我捆了比較多圈 所以他 雖然隨著時間他會慢慢的 一個自動褪去 但是因為時間會 拉的比較久 相對就會影響到 我們這個 琉璃蜜的附階 這個部分的一個生長 那我現在如果把它取掉的話 改用我們的 那個魚帶的話 好處就是說 魚帶他沒有 他要拆我們隨時要拆都可以 或者要幫他稍微鬆綁也可以 他的那個 成長的速度會比較快一點 所以我現在要把這個整個的 史辣膜拆光之後 再綁附上我們的 魚帶 好的我們現在把 所有的 史辣膜都拆掉了 那讓各位看一下他 復原的一個狀況 這當初 復階的一個位置 當初復階位置 復階的一個長度大約是這樣 那他復原的狀況非常的良好 接合的狀況也不錯齁 看一下這邊 接合狀況 看清楚嗎 OK 好的我們現在準備幫他上 魚帶囉 好的我們已經幫他上好 魚帶了 好的我們已經幫他上好 這個就是魚帶齁 這個是可以防水 然後他的延展性 伸縮性也不錯 所以沒有魚帶把他 捆扎住的話齁 有幾個功能齁 第一個除了防水 現在他已經比較不怕水了齁 他除了這個功能之外 他也可以固定住 這個階碎跟針木的一個 幫他做一個固定 避免他從中間如果還不是很牢靠的話 會裂開 那再來就是說 他的伸縮性很好 他如果在生長的時候 不會受限 他會把他撐開 我們如果看這個魚部 已經被撐得很緊的時候 我們隨時要拆 拆掉也很簡單 就不用再去跟食蠟膜一樣 去割了一個傷痕 再把他拆開不用 我們直接把他打開 結綁就可以了 好這是一個簡單的一個紀錄的分享 這個在我的 腹接流連蜜的一個過程當中 留下一個紀錄 未來等這顆 流連蜜長大開始殘果的時候 我們回頭過來看 我們當初的一個整個過程 我們就會非常的有成就感 好謝謝大家的觀看 那喜歡我們影片 請持續的關注訂閱並按讚 拜拜 現在讓你們看看 感谢观看